蔡英文 够算 蔡英文 够算 台下满满支持者 大聲喊口號 守回棋子 總統蔡英文又來台中了 要來叫好我們的副總統 連下去 連下去 手下抽大白蘿蔔 上爭好彩頭 總統蔡英文要拼連任 一早抵達台中 參加全國中藥商後援會 全力大會 衝高人氣 請馬總會長來接旗 謝謝 請馬義財總會長 代表中華民國中藥商業 同業公會 連同會 接受戰旗 總統形成滿黨第一戰 先參加全國中藥商 以及中南區私有後援會的成立 走進這個中藥行的時候 我就有一種很放鬆 而且感覺很安心的感覺 總覺得這是一個照顧人的地方 強調中藥行不只照顧人民健康 還幫助他做外交 蔡英文憑2020總統連任 短短一週內就來台中三次 地點都選在台中 有一些活動放在台中 它是全國性的活動 但是台中的地點最合適 所以我們就選在台中 台中好地方 他們都不太承認 他們被選擇告急 但是我們也希望我們在台中 在中國進行打盡最好的成績 謝謝 總統忙著跑行程 也替身旁的張料萬間黃國書加油打氣 大卷日進入倒數 總統馬不停蹄 用行動拉選票 記者王一超 王百英 N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